一课精选 好知识就在耳边 文学集团的写作风气 那这一集呢 终于讲到我们 《皇帝有事》吗 这个单元的最后一个题目了 就是要介绍 北齐后祖 还有她的爱妃 冯小莲的故事 如果你有看过一个陆剧 叫做《蓝灵王》 他其实就出现 冯小莲这个角色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 是蛮感人的 表现出这个 北齐后祖的一个专情 但是因为他是后祖 然后他又重新一个爱妃 所以在史传上 大概就会把它写成 一个污点 一个就是昏君 那我觉得这也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评价皇帝 跟我们一般庶民 还是有差别 OK那实际在讲 这个北齐后祖之前 我想举几个其他例子 那你就会发现说 南北朝这些皇帝 真的都很有事 都是很像那种奇奇怪怪 像我们现在讲 齐行种这种人 都在那个时代出现 首先我们讲 宋齐良辰刘宋 刘宋有个少帝 叫做刘义甫 在史传记载说 他是一个帝王 但他很喜欢去做工 我们现在有做工的人这本书 所以他就是很喜欢当做工的人 那他原文说 他去开读剧图 就他去跟人家一起招运河 然后他又跟人家一起去当水手 然后水手不是行船 都会唱船歌 他就跟大家一起嗨 然后跟大家一起欢唱 就是一个非常融入庶民的皇帝 我们现在好像也有一些 比如说总统候选人 他就说他是庶民 庶民总统 对不对 那这个刘宋的这个少帝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庶民性的这个人 OK 那刘宋还有另外一个皇帝 叫宋废帝刘宇 那他更妙 就是说他会在那个皇宫大殿养驴 你知道皇宫大殿 其实很神圣的地方 他把他当成那种 就是好像动物园一样 然后他每次出去 他不准人家叫他皇帝 他自称叫李将军 就人家叫李将军 然后他就去找那庶民女子司通 你想想看 皇帝已经有后宫家历三千人 然后他也都不要 还去找那些民女这样 那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这个史传原文是说 他凡租鄙事 过目皆能 就是那种比较低三下四的事 他只要看人家做过 他自己马上就会做 然后他会自己断铁 就是打铁 还有锻造经营 然后他会裁衣做帽 就是说自己会裁缝 会缝衣服 会做帽子 然后这个史传还说 他从来没有吹过销 但当他一拿到销 他马上就会吹 你说像刘豫这种皇帝 我们可能根本没听过他 因为他的庙号 就是宋废帝 就是说他很快就被废掉 我觉得他在现在来讲 他就是一个被政治耽误的 一个就是天才 一个奇才 就是说他有那么多这些事 他不用学就会 但他唯独就是不会处理政务 OK 那宋庆两层的这个旗 南旗还有一个御灵王 叫做萧昭叶 史传说他常常裸坦 裸坦就是说不穿衣服 不穿上衣打赤膊 然后他去跟人家斗鸡 你知道以前那种斗鸡 那都是赌博行为 这样就是说 让两只公鸡去互咬 然后我们就来赌 就是来赌 像现在赌大小样 我赌哪一次会赢 这样子 好像现在那种运动才卷一样 那这个御灵王就去跟人家 赌这个斗鸡 那北旗还有一个幼主 叫做高横 我觉得他最夸张 就他在他后宫的这个华林院 弄了一个企鹅室 什么叫企鹅室 就是乞丐的士籍 然后他就把当时他的那个 领土底下所有的乞丐 全部找来集合 然后还不止这样 他自己还穿得破破烂烂去扮乞丐 然后跟他们在那边 以物易物 你知道乞丐都没钱 所以他们都是用东西 互相交换这样子 所以你说像皇帝做这种事 他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 过去学者有个讲法 就是说这是一种变态心理 因为他们生活过得太好 享乐到极限 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玩了 那剩下可以玩的 就是说我去办庶民 我去办乞丐 我去long stay 我们现在后学人long stay 其实是有一点要假装庶民 但以前这个皇帝是真正想当庶民 因为我想找一种新的玩乐 我想去体验另一种生活 那最近呢 我们有一些学者 像郑宇宇教授 宇文蜀安教授 他们其实提出一种新的想法 那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南北朝 这个贵族啊皇帝 他们去展现特权身份的一种表现 就是说什么叫特权 我们可以想想看 那特权就是说 我可以做你不能做嘛 所以像两位教授的这个论述 就是说我是皇帝 我可以去办庶民 但你庶民不能来办皇帝啊 你乞丐不能来当皇帝 所以这是一种不可逆的阶级关系 那当我去办庶民的时候 我其实反身过来 强化了我贵族的权力 贵族的权势 我觉得这个解释也是蛮有道理的啦 OK那我们前面讲完了 我们就来进入到这一次的主题 就是讲这个北齐后祖 后祖的这个名字叫做高伟 伟是经纬度的伟 然后他的爱妃叫冯小莲 其实我觉得这个高伟 也没有做什么太荒淫的事啊 他最大问题就是说 他宠信他的爱妃冯小莲 这个冯小莲 根据北史的后妃列传记载 第一个说他很会侠 就他很聪明 然后呢他擅长琵琶 又能歌舞 所以后祖就被他迷惑住了 那他这个原文是说 他们两个坐则同喜 出则并马 愿得死生一处 就他们坐下一定要坐同一个椅子 然后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共骑匹马 然后希望可以同生共死 我们现在会觉得说 这好像很厉害很专情啊 这是需要表扬的事嘛 但你知道皇帝其实就是一国之君啊 他是天下的圣人 所以我们就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评断他 就说你不能单逆女色 你不能专一的宠幸一个女生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当皇帝比较无奈的事啊 OK那冯小莲事迹是什么 就是说有一次这个北周要攻打这个靖阳城 靖阳城是当时北齐的这个军事中心啊 那当时呢 北齐后祖他正在围猎 围猎就是打猎嘛 以前的皇帝其实常常围猎啦 因为打猎他有一种军事演习的效果 像我们现在汉光演习什么 就我这些兵马没有出征我就拿去打猎这样子 那一听说北周的军队要攻打靖阳 后祖就说啊 我们现在赶快回去 对班师回都 那冯小莲就给他一个建议 就是说哎 我这个没有参与过几次打猎 那打猎很刺激啊 然后当时冯小莲就已经换了打猎的猎装 所以他就跟高伟说再杀一围 这是原文啊 那一围就是周围那个围 围起来的那个围 就是说我们可以再打猎一次 用湘民的话来讲就是一次打猎一次爽 对不对 一直打猎一直爽 那后祖就听他话 就是因为很宠幸冯小莲嘛 那等到这个高伟打完猎以后 赶回到靖阳的时候 靖阳整个城就已经被攻陷了 这个是第一个啦 就是他被批评的点 那第二个就是 他这个更惨 就是说北齐军队都已经回来 所以我就想把靖阳城攻回来 那你要想以前攻城啊 要不就是用云梯嘛 从上面翻过城墙 要不就我从底下挖地道 就从底下挖一个洞 要挖到城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北齐就想说我来用地道站 然后挖挖挖 终于挖通了 准备这个军队要冲进去 那后祖这时候就说 先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所以我想找我的那个爱飞小莲 跟我一起看 对不对 这个好像小敏讲 是世界奇观 然后我要跟我爱飞一起来见证 这样这个其实也是蛮扯的啦 那如果小莲来了就好了 但是呢 这个后飞列传原文 他讲八个字 他说 赎飞庄点不获十字 照白话翻译 就是说冯小莲这个时候在化妆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我妆还没化好 再等我一下 就是拜托人家是女生啦 对不对 所以你要再等我一下 那只有在等的时候呢 北周就已经把这个地道 用木塞把它塞住 所以这个城就攻不下来 那所以冯小莲在历史上最有名的记载 就是说他迟到的这个公主病的行为 然后导致北齐灭亡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无奈 因为你是一般女生化妆出门 然后你会迟到 这是应该的啦 那只是说人家是一国之后嘛 所以他迟到就导致国家灭亡 这个是比较严重一点 这样子 那如果你有这种经验 你可能就说 你跟你的女朋友约五点去吃饭 然后你开车到楼下 他就说我还在化妆你再等我五分钟马上就下来 结果等一等 过了半小时一小时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现在会觉得公主病有点严重 但在古代就非常严重 尤其是工程的时候 对不对 你要等他化完妆 然后吹个头发 再弄一下 那真的就太迟了 所以北齐后主被历史记载最大污点 就是说他太过于宠信这个爱妃 然后这个爱妃又这样公主病冲康他 导致整个北齐就灭亡了 后来其实也还有一个 我觉得算是蛮感人的刺激啦 就是北齐后主高伟被俘虏了嘛 然后就到长安 然后他就见到这个北周五帝 如果你看过蓝领王就是陈晓东演的 那高伟就要求北周五帝说 我现在虽然亡国了也被你抓了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就希望你还是可以把小莲赐给我 你知道以前那种国家把另一国灭了 通常那个皇帝就会把人家后费 纳入自己后宫嘛 那这个北周五帝aka陈晓东就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正视天下如脱喜 一牢狱其予恭喜 这个脱喜就是说脱下的鞋子 就是说整个天下对我来说 就像脱下的鞋子一样 我根本不care 那更何况是一个牢狱 老狱翻译就是阿婆 就为一个阿婆会跟你计较吗 对不对 其实冯小莲那个时候也是有点年纪 不过每个人喜好其实不一样 就有人喜欢老少配什么 那北周五帝不要 但人家高伟很想要 我觉得这个这件事情 说起来也是蛮感人的 你可以看到北齐后主高伟 真的是一个蛮专情的一个男人 OK那当然这件事在历史上 我觉得后来就变成一个笑柄 被后来的所谓的勇史诗 就是这个引勇历史的诗给嘲笑 那像李商人有一组诗叫北齐诗 他其中有两句是说 小莲玉体恒乘夜 以暴舟诗入静阳 他就在嘲笑这件事 当然我觉得他形容比较夸张 就是说小莲正在躺在床上 玉体恒乘 跟这个高伟翻云覆雨的时候 北周军队就已经恭敬敬阳 拜托人家闺房密室 李商人都过几百年 他是怎么知道 他又不是躲在人家床底下 对不对 这是他想象的 其实李商人很喜欢写这种勇史诗 而且都是这种充满八卦意味的勇史诗 他另外还有一首诗叫南朝 他有两句是说 谁言穷术昭昭见 不及金莲步步来 如果你听过我们前面两集 你就知道 他穷术是在讲玉树后庭华 就是讲陈鼠宝陈后祖 那金莲就是我们讲潘金莲的原型 潘玉儿潘飞嘛 就齐东婚侯的爱妃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陈后祖的爱妃张丽华 虽然很美 但是还比不上齐东婚侯的爱妃潘飞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扯 就是李少颖怎么会看过 对不对 以前也没有照片 那以前那些后妃也不是网美 还要po一个那个IG的现实动态 对不对 所以李少颖这些勇史诗 或者说整个唐诗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很丰富的想象力 或者说八卦力 他们常把南朝的故事当成一个抒发的对象 然后去加油添醋啊 这样子 就让这个故事变得很艳逸 很香艳这样 我觉得这也是唐诗很特别的地方 OK那我们整个单元分享了南北朝几个很有事的皇帝 包括这个齐东婚侯 还有他步步生廉的潘飞 那梁元帝跟他的半老的徐娘 然后陈后祖的才子四季 还有这一集的北齐后祖跟冯小莲的故事 那他们这些奇怪行为 我觉得当然啦 就像以前说的 这可能是一种变态的心理 那也可能是像现在学者说的 是一种贵族的特权 还有阶级的炫耀 反正就是说这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 然后这个时代的皇帝也做过这种很夸张的事 那下一集呢 我们就进入新的单元 题目叫做 我怎么有一种亡国感 你可能知道现在很流行这个词嘛 有人说是亡国感啊 那有人把它叫芒国感这样子 就是国家要亡的这个感受 那我会实际举出世说心云的几个例子来分享 那就期待你跟我们一起听下去咯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